哈喽大家好,我是一小点 本期视频跟大家分享一款 做法简单又美味的下午茶小点心 蓝莓丝糠 首先将无盐黄油切成小块 制作丝糠我们不需要软化黄油 反而怕黄油会化掉 需要将黄油冻硬 切成一厘米见方的小块就可以 拿到冰箱去冷冻10分钟 在黄油冷冻时 我们就可以开始预热烤箱了 预热到190摄氏度 准备蛋液60克 我这里正好是一颗大鸡蛋打出来的重量 如果你的鸡蛋只稍微小那么一点 可以把相差的重量用淡奶油补齐 就不用刻意再打一颗鸡蛋了 打散之后加入到淡奶油中 淡奶油做出的味道更香醇 如果临时没有 也可以用65克左右的牛奶来代替 然后加入香草香精 香草香精主要是提香 没有也可以不加 将所有液体搅匀 放在一旁备用 做这个食谱 我们用普通的面粉就可以 也就是中筋面粉 加入糖 无铝泡打粉 注意这里放的是泡打粉 不是小苏打 不要放错了 一点点盐 无论是泡打粉还是盐 都推荐使用凉勺来秤凉 而不是厨房秤 因为它们量不大 用厨房秤秤凉 常常会因为秤不过灵敏而秤多了 如果你不喜欢吃甜 最多可以将配方中的糖 减到40克 如果糖放得太少 搭配上蓝莓口味会太酸 而且会让泡打粉的味道过于突出 吃起来会发色发苦 将所有粉类搅匀之后 加入我们从冰箱冷冻室里拿出来的黄油 然后可以用叉子来压瓣 或者也可以用这样的工具 来将黄油和粉类压瓣到一起 注意这里不要过度压瓣 不要把黄油倒得太碎了 我们需要保留一些黄油颗粒 这样做出的丝糠才有层次感 口感比较酥 大概压到黄油呈现黄豆粒大小就可以了 这时加入之前混合好的液体 液体不要全部加完 预留一个底儿 一会儿直接拿它来刷丝糠表面 稍稍将液体和粉类搅拌一下 然后用手轻轻压几下 让它们稍微形成面团 先不需要完全成团 这时加入蓝莓 用新鲜或冷冻的蓝莓都可以 也可以换成蔓越莓干 巧克力豆等等 然后将蓝莓和面团揉在一起 这一步不需要完全揉匀 只要看不见干粉 蓝莓在面团中大致分布均匀就可以了 如果过度搅拌 黄油粒会化掉 做出的丝糠就没有层次了 面团是稍稍有点粘手的状态就可以 案板上撒薄薄的一层面粉 将面团压成直径20厘米左右的圆饼 你可以用模具压成圆形 不过那样要重新收集边角料 比较麻烦一点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平均切成八份 做成三角形的丝糠 如果拿起来的时候 稍微有点粘案板 可以用刮板帮助把它搓起来 把它们摆在垫了硅胶垫或者烘焙纸的烤盘中 彼此之间要留一些距离 从侧面可以看到 面团中还是有成块的黄油的 这样才会有层次 把之前预留的一点液体刷在表面 将烤盘放在预热好的烤箱中层 190度烤18到22分钟 我这里给的是实际温度 如果烤箱温度不准要注意调整 最后几分钟要在烤箱旁边盯着 等到表面稍微上色之后就可以出炉了 等到稍稍不烫手的时候 把丝糠转移到烤架上稍微晾凉 烤好的丝糠可以搭配一点果酱 打发的奶油或者淋上糖霜 不过蓝莓味的丝糠单独吃就已经非常好吃了 里面的蓝莓酸酸的 像果酱一样搭配甜甜的 口感非常酥的丝糠 非常般配 可以搭配一杯咖啡或者热茶 当做早餐或者下午茶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哦 谢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请不要忘记帮他点赞投币转发收藏 同时不要忘记关注我的频道哦 我是一小点 我们下期再见